这期视频会比较长 会讲很多你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东西 起因是我看到 有一百多万人给马云炮轰监管去点赞 我就震惊了 你们知道什么叫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吗 作为一个2013年曾经参与过给蚂蚁投资的人 我想给大家说一点你们不知道的东西 大家常用的花呗和借呗 外行人只知道是借钱的 以为人家赚的只是利息 其实花呗和借呗的盈利模式里 还存在着一层漏洞 我来解释一下 假设每个用户借了10万元的借呗 那1万个用户加起来就是10亿元的贷款 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后续了 那么他们赚的确实就只是利息钱了 但是这个事情是有后续的 当第一轮放贷之后呢 蚂蚁手中就有了10亿元的债权 他们可以用债权当作资产再去融资了 这个时候漏洞就出现了 如果把资产又换了10亿元 回到手里了 就等于又有钱再去第二轮放贷了 然后再拿着第二轮放贷放出来的债权 再去融资换钱 就又有钱去第三轮放贷了 无限的重复下去 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嘛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细节上会有一些细微差异 融资可以有两条途径 第一条是找银行抵押贷款 但是银行不会全额贷款出来 用10亿元的债权去抵押 银行只会给你7亿元 所以第二轮时你手上就只有7亿了 到了第三轮就只有774.9亿了 这个游戏持续不了几轮 那游戏就结束了呀 所以蚂蚁走了第二条路 去资产证券化 在2013年我参与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当时花贝和借贝还没有出现 当时还叫阿里小贷 阿里小贷想要拿10亿元的债券 去换回10亿元的现金 正常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 于是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 复杂的设计就出现了 这10亿元的债权被设计成了ABC三层 就像是一个肉夹膜一样 其中A层占了70% 也就是7亿元固定利率是6.1% B层占了25% 就是2.5亿元固定利率是7.5% C层就只有5%了 阿里借给商家的时候 他们收的利率是18%以上 而A只分到了6.1% 那么就还剩12.2% 那这些利润就留给了C B也一样 把7.5%以上的利润都留给了C 然后由C给B做担保 B再给A做担保 意思就是如果贷款收不回来了 出现了亏损 就先去亏C C亏光了 再亏B B亏光了 再亏A 结果就是A会很安全 而C是高风险高利润的 所以这个资产证券化项目设计完之后呢 10亿元的债权 很快AB的部分就卖光了 于是换回了9.5亿元的现金 就可以继续再滚动去放贷款了 那这个游戏能滚动多少轮呢 在重庆前市长黄祺帆的书里 他就说了 这是第95页 黄祺帆说 蚂蚁金服把30多亿元资本金通过资产证券化循环的发放贷款 在几年里循环了40次 造成了30多亿元资本金发放了3000多亿元的贷款 形成了上百倍的高杠杆 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呢 C层往往是留给蚂蚁集团自己内部消化的 蚂蚁的子公司之间互相交叉购买 但问题是 买C用的钱是他们自己的钱吗 那你想啊 3000多亿元贷款只有30多亿的资本金 怎么可能是他们自己的钱呢 这必然是子公司之间 你融来的钱买我的C 我融来的钱买你的C 互相交叉着买 那最终的风险是谁来扛呢 风险可能已经层层转嫁给了买理财产品的人了 高利润留给自己 风险撒给社会 所以监管机构也发现了这个漏洞 开始要求资产证券化时 必须要有资本金的要求 等于限制住了蚂蚁集团的杠杆率 资产证券化不可以无限循环下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蚂蚁的招股说明书里面提到了 现在消费贷款里除了资产证券化的部分 剩下大部分是跟银行合作发放的贷款 合作发放贷款 那蚂蚁就等于只收了一个手续费 这利润多低呀 当然比不上前面咱说的高杠杆无限循环这种模式的利润高呀 然而高杠杆模式 他们虽然想做 这不是被监管给限制住了吗 所以此时大家再看看马云说了什么 大家就懂了 我刚才说了 马云想玩高杠杆循环